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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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然后路过了Sendona 当时觉得Sendona太漂亮了 我们一定要再回去 所以今年这个房车旅行 Sendona是我们的重宗之重吧 大家一定有机会一定要去 真的超级漂亮 好了话不多说 我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吧 好我现在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Sendona这个城市吧 据我所知Sendona这个城市现在只有1万多一点的居民 但是它每年呢却吸引了有300万的游客 它是一个旅游重镇 它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是因为它有红色的岩石 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它呢在Felix就是凤凰城亚利桑那的首府 和这个Grand Canyon就是大峡谷中间的一个小镇 所以呢有很多人他们选择住在Sendona 然后呢从Sendona出发来参观这个大峡谷 而且我们又看到那种Tour的那种Van 他们就做这种Van 然后来参观这个大峡谷 by the way我们现在在大峡谷 好然后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其实Sendona是一个修灵的圣地 它其实有点跟我们的西藏有点类似 它跟西藏也是齐名的两个圣地吧 而且发生过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神秘的事件 所以有很多人选择到这里来修灵 好第三个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Sendona 其实它非常非常有艺术的氛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Sendona 它有点像Sendona 它的建筑啊包括它这个小店 都是特别特别有氛围的 大家而且可以在里面买到一些就是 当地local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看我跟我女儿买了一个这个调子 就是在这里买的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这边有挺多这种小的小的艺术品 也有那种大的那种艺术品 大家可以来参观一下 好现在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个必有的景点吧 如果你来Sendona只是一个路过 不在这里住一晚上的话 那么这一个景点你是必要去的 那就是Airport的Messa 它就是在一个山顶上然后看日落 然后旁边呢也有餐厅你可以去餐厅吃饭 其实旁边好像也有酒店 你可以住在那个旁边的酒店里面 去年的时候我跟喜爸来的时候 我当时看了之后就觉得特别特别震撼 其实这可能是最吸引我们这次返回Sendona的理由吧 特别特别的漂亮 可是很遗憾我们这一次来呢 因为加州的大火的原因 这边的能见度比较低 然后拍出来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上一次来确实是挺震撼的 如果大家来Sendona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去AirportMessa山顶上看日落 这些车全是从达拉斯开去加州支援救助 好现在再给大家推荐一个 如果你带小朋友来像我们的女儿只有三岁嘛 然后你带小朋友来的话 我推荐一个tour就是jeep tour 这个是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参加 我们抱的是一个看日落的一个tour 它呢是从下午5点钟开车 然后7点钟结束2个小时的tour 你来到Sendona之后呢 你自己开车基本上是到不到这个点的 除非你走trail 但是如果带小朋友的话走trail 你走上个半天 我觉得也是挺不现实的 所以呢这个tour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但是就是记住一点如果腰腿不好 像我就是追肩盘突出 然后颈椎又不好的话 就是你坐的时候一定要坐前面一点 坐后面的话抖的太凶了 它那个路况都不是很好 都是那种土路 这个地方呢我推荐给大家 在两岁以上小朋友的家长 哦再补充一点 Sendona呢它其实有326条这个trail 如果说你的孩子稍微大一点呢 你其实可以带他去走trail 你去看吧 你不让人家买到的车子 你不让人家买到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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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失败了 我失败了 我没有人家买到车子 我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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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 我失败了 我失败了 好,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点呢 就叫Chapel of the Holy Christ 它其实是一个教堂 它是一个山顶的教堂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关门呢 因为我们这一次没有去 去年的时候我们是去过的 它是要把车停到差不多是半山腰吧 你才可以要走一点点小路 要走上去 即使我觉得现在就是疫情的话 这个教堂关了 但是走这条路我觉得也是挺值得的 非常非常漂亮 光是在教堂的外面看一下 这个St. Donald的话 我觉得也是挺值得的 所以推荐给大家 好,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 这次我们超级超级满意的一个地方 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这次来就去逛了 哇,真的超级超级满 它是一个西班牙式的一个购物 village吧 购物小镇吧 然后做的特别特别漂亮 里面有喷泉 然后一些雕像 然后一些小道 然后一些这种绿植都种的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我们特别幸运 我们去的时候那天正好遇到那个 Farms Market 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些水果 还买了花粉 买了那个鸩橙蛋 然后其次呢就是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小店 我觉得他们这里面的每一个小店价格都非常合理 没有说像有一些景点那种 特别是我去过的一些国内的有的一些景点 它就叫我们重庆话叫 就特别特别贵 因为你卖游客嘛 你卖了你就走了 对吧 但是我觉得在美国很多我去的旅游景点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价格 我买了一个手镯 还买了一个这个皮的这个帽子 因为我一直想要一个皮的帽子 但是呢又要透气的 这种这种low空的这种帽子 我觉得很好 然后买了件皮衣 然后这个东西 但是不是在那个小街买的 是在另外一个店买的 我跟我女儿一人一个 然后买了挺多东西的 对了我们还做了一个那个蜡烛 因为马上就是我们的九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了 然后每一年这个时候 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外面旅行庆祝嘛 然后这次我们做了一个那个蜡烛 然后上面写了我们的名字 然后还有Sendona 然后我们叫那个做蜡烛的那个设计师 帮我们设计 我觉得设计的非常好 而且价格非常非常合理 大家来了一定要去参观 但是不是Sendona所有的做蜡烛的店都可以订做 我们也问过其他的店 很多店他都不能订做 所以推荐大家去我们这个店 我觉得他做的非常非常好 哇 这是不同花的海铃 给了不同的笑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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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ko crew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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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了 Oh my gosh Maiers Aaa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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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like it? Yes Papiana Mercery Aaaah Aaaah 好然后还有一个地方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叫Forest Plaza 那个Forest Plaza其实它的店并不是说很有特色 但是你如果去了的话一定要去它那个靠那个路边最外面那一排去坐着 然后背面就是你看得到的就是那个红色的岩石的山 我觉得那个背景特别特别漂亮 你在那里买个ice cream或者是喝个星巴克 然后我们在那里吃了一个中餐 还有我们在那一排买了一个母女装 我跟我女儿一人一件还蛮好看的 比较适合他们这里的颜色 开心过了 吃一口吧 先吃一口吧 好然后下面一个就大家最关心的就是Sendona吃的怎么样 Sendona它因为是旅游重镇 所以它是全世界各地的吃的都会有 我看到它有川菜然后也有泰国菜有好几家 然后还有Sushi 然后呢Market Whole Foods也有 然后呢还有墨西哥菜啊 然后我们去吃的那个The Upvote Uptown 然后还有我们也吃过一家泰国菜也是挺不错的 然后墨西哥菜我们都试过 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因为这里是旅游重镇嘛 所以它的餐厅质量很高 但是大家如果去好的餐厅一定要提前预订 比如说去那个Air Paddle Massa上面的那个餐厅 我们当时去就要排队让我们等40分钟 但我们就最后选择去看日落就没有在那排队 然后另外有一个店喜巴订的也是说我们周四打电话 他说已经订到下周二了 所以他们就是这里特别特别火 所以大家如果想去比较好的餐厅的话 就可能就要提前做准备了 好 再给大家推荐一些玩法 这是我跟喜巴这次都没有去玩的 但是我们计划的下次来玩 Slide Rock State Park 推荐给大家 带大一点的小朋友应该挺好玩的 然后还有就是坐热气球 还有呢就是你可以以这个Sendona为终点 然后玩那个Grand Canyon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就是可以去找外星人 因为喜巴是特别想去找外星人 我也想去找外星人 OK OK 但是这次时间有限我们没有找成嘛 所以下次我们打算一定要来找外星人 还有三百多条Trail 大家可以选择性的去参观 对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里的麦当劳的招牌是绿色的 是全球唯一一家是绿色招牌的麦当劳 好 然后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到Sendona来的话 一定要注意 他们这里早晚闻茶特别特别的大 还有他们这里非常非常干燥 注意保湿 然后太阳也很大 注意防晒 好 然后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Sendona呢 它因为整个这个镇呢 都被化成了National Forest 所以它的地价特别特别贵 然后这边的其实房车营地特别特别少 我们在Sendona住的这两天呢 都没有住到房车营地 所以我们其实住的酒店 如果大家跟我们一样是开房车来的话 就一定要早做打算 好啦 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Sendona值不值得来 我可以百分之百地告诉大家 Sendona一定值得来 一定值得来 一定值得来 一定要来 我觉得Sendona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而且我们呢 也有计划说以后去在尼 再旅行 然后再住久一点 好啦 关于Sendona的情况呢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就请大家多多关照 然后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给我点赞 分享 然后关注我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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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彈胸弄乳